人人都爱吃蚝,但你真的认识蚝吗? 蚝征服了不少人的味蕾,我们日常也爱用蚝油来调味。 蚝是很多国家的重要天然资源,不仅对维持海洋生态平衡有帮助, 也有助促进海洋生态的多样性。 那我们对于这个海洋宝物认识到底有多深呢? 科学家在南非山洞里找到的证据显示, 我们早在16万年前就已经开始吃蚝了, 人类养蚝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, 李锦记制作蚝油也有130多年的历史了。 虽然世界上有100多种蚝, 但我们普遍食用的主要是这五种, 当中最多人吃的就是太平养蚝, 占全球养殖蚝产量差不多98%。 我们平常吃的蚝, 平均年龄是2到5岁, 这个年纪的蚝是最美味的, 而世界有记录最长寿的蚝已经有200多岁, 而且它的身体还好得很呢。 蚝壳上一圈一圈的其实是蚝的年龄特征。 蚝壳上的蚊就好像树木的年轮, 会随着年龄增长, 大概一圈就是一岁。 正如人有高矮胖瘦,蚝也一样, 不同品种的蚝大小都有区别。 以太平洋蚝为例, 平均长度是8到15厘米。 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, 目前最大的蚝有35厘米长, 比四只成年太平洋蚝还要长。